大家好,我是大伟 欢迎大家收看AngularJS从入门到实战教学视频 我们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我们第十二节课继续给大家来讲解订单管理页面的开发 我们在上一节课的时候 为大家介绍了我们订单管理的这个数据的结构 确认了数据结构之后 我们将数据结构里面模拟了三个订单 然后将三个订单的这个列表绑定到了一个table的html元素上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的内容 好,然后我们在订单管理页面里面 除了可以查看自己的订单列表 其余的就是对订单的一些操作 好,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个 订单查询的操作 这个操作在日常的开发过程当中 应该是比较常用的 那订单查询 我们其实就是对我们订单列表的一个过滤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首先我们在这个DIV里面 新增一个DIV 这个DIV就是我们的一些工具栏 一个台击拥栏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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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 ad 新增一个订单 增一个订单 куп奏栏栏栏栏栏 这input的标签绑定一个ngmodel search orderid 字面上就可以理解 这就是我们要查询的订单编号 好 然后我们在scoop当中编辑一个filter 一个过滤器 orderfilter 一个function 这方法接受一个order的变量 也就是我们一个订单的实体 if scope.search orderid不为空 那么就来过滤这个return order 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订单列表里面订单的id包含我们在input这个文本输入框当中输入的要查询的订单id的时候 我们就将它显示出来其实就起到了过滤的效果 点index of scoop.order search orderid大于等于0 另外一个我们就需要在ngrepeat当中加入一个输线 然后filter 我们刚刚刚定买的order filter 好 我们保存代码 好 我们回答页面 刷新 我们这里看到订单列表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输入00 好 我们这里看到我们订单列表重新显示出来 是因为我们在过滤器里面订单编号里面是包含00的 那如果再变几个 比如说订单编号为0001 那我们这里显示的就是0001 0002 好 如果是gh.to 那所有的我们三个订单都会显示出来 但是在正常的开发过程当中 我们的这个订单的列表是从服务器端加载 我们这里输入订单编号的查询 0来说 会到服务器的那个接口里面去查询 因为 页面上面的去查询 只是查询了某一个单页里面的列表数据 并不能查询到这个用户所有的订单的数据 而这个显然是不能够达到我们业务的需求 所以我们这边需要再添加一个查询按钮 然后模拟一下提交我们这个查询订单编号的这个过程 好 那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将这里的filter 删除 就是我们不使用客户端的这个过滤 然后我们在input后面新增一个button 就叫查询 然后新增一个ngclick 它的查询事件search order 然后我们在controller当中定义这个事件 search order方法定义好了之后 我们这边只是模拟一下请求服务端的数据 正常情况下我们这里应该是一个adject的请求数据 然后将我们上面的这个search orderid input里面的这个参数 提交给服务端 然后接受服务端返回回来的这个数据的列表 重新把它复制给我们的order list 那我们这里的话仅仅是模拟一下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for循环 for order in scoop order list 好我们这里还需要在上面再定义一个变量 定义一个叫做search order list的数组变量 这数组就是当order.order.id index.scoop.search orderid 大约等于0 那我们就将这个order push到我们的新定义的这个search order list当中 这个search order list也就是我们查询返回的这个订单数组 点push.push.push.push order 待我们这个循环执行完成 然后我们就将scoop.order list复制为search order list 这就是我们模拟的查询订单的这个事件 那我们回到页面刷新一下 我们在订单编号的这个查询输入框里面 输入gh 点击查询 应该的结果是三个订单都显示出来 好 那我们比如说要查询1002的这个编号 在文本输入框里面输入1002 点击查询 我们这里看到只显示了我们的这个订单编号为1002的这一订单 那我们再输入gh 我们发现这里的输入结果还是只有一个gh 1002的这个订单 其他的两个订单没有 那这里呢其实是我们这个模拟从服务端去查询订单的这个接口有点问题 因为我们这边针对的是order list去过滤的 那最终我们会将查询结果附到order list当中去 而这个样子就是你每一次查询的结果如果少一点 那我们这个order list当中 必然的结果也会变得越来越少 我们这边其实只要稍微做一个调整 就是将我们原始的这个order list base 在这里把order list替换掉 那这个样子我们每次查询出来的结果都是全新的 我们保存一下代码回到页面 我们刷新 首先我们查询gh1002 好我们这里看到只会查询出一个订单 那我们在查询订单的这个编号里面输入gh 好我们这里看到 刚刚我们只会显示出1002的这个订单 因为另外两个订单都被过滤掉了 再也查询不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使用的是order list base 也就是我们最初的这个订单的列表去查询 那依然可以根据接取打头 把三个订单都查询出来 那当然这个在我们实际开发过程当中 去请求服务期端的API接口 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的查询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去操作删除订单 删除订单的话 这个也是在实际开发过程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功能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首先我们在TH后面要新增一个 删除 删除 然后这下面增加一个TD 现在一个button表现 写入删除 然后是Delete order 其中传扬的三数是order id 订单的唯一编码 然后我们在controller当中去定义这个Delete order的这个方法 scoop.delete 然后我们需要定义一个for each的方法 对于order list进行便利 其中是一个匿名的方法 其中是一个匿名的方法 里面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order实体 第二个参数是它的下标 第三个参数是list if order if order id 等于我们所传入的这个order id 那么我们将删除这一个订单 list.splice 这个下标 它的唯一的一个 那我们在实际开发过程当中 肯定不可能只做这样一个数组的删除 我们应该还是要调用服务端提供的一个API的接口 这个API的接口定义的应该也是一个Delete order的这样一个接口 去在服务端数据库当中去删除用户的这一笔订单 当然也可能只是将它的那个订单状态设置为已删除 数据是会保存的 如果要考虑到性能方面的问题 很可能只是在这个API接口当中去删除缓存里面用户订单列表的这个订单 然后再去同步刷新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去 那这个是扯的比较远了 那我们保存代码回到页面 我们刷新 好我们这里先删除第一个订单 好我们点击删除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这个订单列表里面已经只剩两个订单了 在实际开发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在前端先将结果显示给用户 然后向服务端发送一个请求 这个请求可以一步的去操作 尽量的让用户没有感知 这是我们开发一个比较友好的页面的一个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要求 好这是单个的删除 那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订单的这个列表里面很可能会有批量的删除 因为比如说用户购买的订单比较多 而看到的一些垃圾订单也比较多的时候 要清理的时候 一个一个的去删除 是比较不太人性化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这里需要在order的这个实体列里面新增一个属性 叫做selected 是否选中 默认情况下都是false 你将这一串拷贝一下 在下面的这个订单的列表里面 将这个属性添加上去 添加好了selected属性 然后我们需要在上面的html的标签里面 新增一个th 选中状态 选中 而在这里的td里面 我们需要定义一个checkbox 新增一个td的元素 然后写入input type等于 checkbox 而ngmodel 等于x.selected 就是我们刚刚定义的这个布尔值的一个变量 然后我们在这个button后面新增一个批量删除 我们这里叫做delete orders 批量删除我们选中的这个订单的数据 scope delete orders等于function 没有参数 我们这里要定义一个循环 等于scoop.orderlist selected属性为true的时候 也就是它被选中了 那我们就需要将它remove掉 删除 好,我们保存代码 我们回到页面刷新 好,我们这里选中第一个订单跟第二个订单 然后点击批量删除的按钮 我们这里看到两个订单都被删除了 而这里的批量删除同样跟刚才我们点击这边的删除按钮的时候 应该执行的实际操作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删除的仅仅是页面里面 我们定义的这个order list里面的数据 实际上在实际的业务开发流程当中 我们批量删除需要将我们要删除的订单列表 订单编号传给服务端的批量删除的API 然后服务端的批量删除API去执行数据端的一些操作 去将用户的这个要删除的订单编号设置为以删除状态 但是我们在前端直接将我们的这个订单删除掉 那用户可以立刻看到删除的效果 服务端的话可以一步的去执行 这就是我们批量删除 那其实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我们对于一个列表的操作 无非就是单个列表 单个数据的操作 在后面新增一个按钮 去对我们的这个数据实体 执行一些操作 因为它所有的属性都可以拿到 而批量删除批量操作 就是我们需要对它设定一个selected这样一个属性 然后去过滤出我们所有用户选择的这个属性的实体 去对它执行对应的操作 这是一个局以反三的过程 希望大家在日后的开发过程当中 去更灵活的使用这些技巧 好 这是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我们本节课首先是对上一次节课做了一个总结 然后在上节课订单列表绑定好了的基础上面 做了一个订单查询的示例 以及选中订单删除订单 以及批量删除订单的一个操作 希望大家在平时的开发过程当中去练习练习 更熟练的编写这些订单绑定订单操作 以及批量操作的一些代码 感谢大家收看本节课的内容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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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